全意问答 师父开示可以许愿做一百件善事并记录下来 这样可以消逸 同兄想问 如果一天放生了一百条鱼 算做了一百件好事还是算做了一件好事啊 一件大好事啊 哦 一件大好事 好的 因为你就动了一个念头呀 实际上一件好事跟一个念头有关系的呀 哦 明白了 那同兄问 他如果每天放一条一百天下来 是要完成一件好事还是一百件好事啊 一百件 去呀 你每天拿一条 你觉得自己拿着一条放下去的时候 你觉得你是不是为了做好事做好事 还是为了好事而做好事 哦 你是真正在发生的还是为了真正做好事 做好事是内心自己出来的呀 我为了做一百件好事 我每天放一条鱼 你跑到很远的地方也是有你有恒星啊 每天去呀 那一条鱼跑到河边放的呀 明天再去 也是一件做件好事呀 那你说你功德 给你释放一百条哪个功德大了 你告诉我呀 嗯 就还是要看自己的发心 小脑筋 听不懂啊 小脑筋 听得懂啊 哦 好了 哦 听得懂 哦 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听得懂